欢迎收看12月18号星期四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当时市长庄德利宣布 市府打算为Gadona高速公路 增加施工经费200万 以便加快工作 工程进度 可以提早两个月完成 庄德利表示 这段施工将会提前到明年五月完成 市府增加的资源 主要是增添人手 他强调 加快Gadona高速公路的施工 是他整个加速策略的一部分 就是要加快局部做事情 市议会公务委员会主席 兼市议员罗宾讯认为 市府此举合乎上理 市府估计 Gadona工程建设 带来的交通时间增加 每日造成通勤者100万的损失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 加拿大邮政公司想提醒想寄讯的民众 在安省范围以内 确保圣诞节前 送达信件的最后邮寄期限 到今天已经截止 而安省以外地区 最后期限在昨天就已经截止 也就是说 在今天工作时间之内 没有寄出信件的民众 收信人可能要到圣诞节之后 才会收到你所寄的信件 而地区之内寄送货卡的民众 也都要在明天之内 将信件寄出 另外 邮寄包裹的民众 如果愿意额外付款 仍然可以赶得切 在圣诞节之前 令包裹送达收信人那里 而使用Express Post 或者是优先服务的民众 就可以一直等到22号和23号 寄出包裹或者信件 杜伦戴尔顿中心美食广场 致命枪击案的审讯 陪审团经过两天退庭商议之后 裁定被告 侯斯本斯 已及谋杀 和严重伤人罪名成立 侯斯本斯承认 在这种于2012年6月发生的案件中 开枪射杀两个男人 和枪伤另外5人 但是他的代表律师就说 被告有精神问题 不应该负上刑事责任 多伦多市发生一宗 造成一死三伤的致命火警 脱身消息指 死者是一名男长者 而伤者中有一人生命危殆 紧急服务人员 在昨晚8点过后接报 位于Done Avenue 接近Queen Street West 一座住宅大厦 11楼有个单位起火 消防员说 现场一度冒出大量黑烟 消防员从火场救出一个受害人 并在邵市单位附近的走廊 发现第二个受害人 有救护员说 一个男长者在被送院时 没有生命迹象 及后被证实死亡 而另一个相信是50多岁的男人 就有生命危险 一个女人吸入浓烟 情况严重 而第四个受害人就受了轻伤 警方仍在进行调查 而安省消防处亦都正试图 确定起火原因 总理夏柏接受传媒年终采访 回顾同总结本国今年以来 发生的重大事件 并着重针对年底 发生在灰省和厄契华的 襲击军人事件发表评论 夏柏接受本国传媒的年终访问 他说 虽然他们两个 在袭击当时都是高身一人 但他们未必是独狼 另外夏柏说 虽然国会山庄冲击案发生时 自己感到很震惊 但由于接受过皇家奇境的训练 所以并未觉得恐慌 并在第一时间 致电自己的妈妈报平安 而对于世界各国所关注的减排问题 夏柏说 正常指令美国和墨西哥 配合本国缩减温失气体排放量的工作 他指 亚省的定价和控制排放量工作 可以成为北美减排的模式 当被问到 是否能达到本国所制定的 2020年减排目标 夏柏就说 本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目前减排的成效显著 亚省新崛起的政党野玫瑰党 再有9个省议员转投保守党 转投保守党的野玫瑰党成员 包括党魁史密斯 令到野玫瑰党的议席数目 突然大减至剩低5个 同时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 亚省省长彭斯昨晚说 史密斯决定带同8位同僚 一起过档保守党 显示出勇气和决心 史密斯说 希望野玫瑰党可以团结一致 并且支持执政保守党 不过野玫瑰党中常委就通施近期的变捷 又说计划再战2016年省选 被视为和美国茶党相近的野玫瑰党 在2012年省选取得17个议席 但是上个月已经有3个省议员推党 包括两人改投保守党 连上今次的9人 令执政保守党的议席数目增加到72个 在总数87席的亚省省议会中 占了8成3 而目前野玫瑰党和亚省自由党 同样有5席 新民主党就有4席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和中国共有12个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不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订 保证你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一场大火 5万群众疏离 危机时刻 200米5的油官 怎样处置 我们的管道发生了个尖叫声 稍微不适 虚实就不发生 有重油除冠 还有成品油的除冠 感感心机 并活动油 一年一度的华人春节盛会 欢乐春节 五周同春春节晚会 将于明年3月4日 晚7点半于多伦多索尼剧院开演 偶像剧歌机叮当至今出道8年 真爱好难得演唱会 巡回8个城市 场场爆满 更创下四度Ankle 欲罢不能的盛况 大多鼓起下午 礼拜五 与您相约 估不到的效果 大家没想过 因为他知道自己 他知道自己状态不是那么好的 不过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我在电视台有这样的影响力 华巴哪个就回哪个 我想十届时帝我也有愤怒 影响唱歌 他因为经常决了案 意名 意名 各位观众晚安 继续是新闻时间 国际方面的消息 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在黑客威胁 发动恐怖袭击下 宣布取消上映一出 讲述行刺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的电影 有报道就指 美国调查人员证实 黑客攻击是来自北韩 电影未能公映 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除了损失了电影制作 和宣传费之外 由专家亦估计 可能要就黑客攻击善后 最少花费一亿美元 索尼一出 讲述两个新闻工作者 帮美国中央情报局 暗杀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的喜剧电影 The Interview 上星期低调在乐陣机 举行全球首映 电影原定圣诞节 当日正式上映 但是一个自称 和平守卫者的黑客组织 不满影片内容 多致入侵索尼的电脑网络 盗取资料 在星期二更加恐吓 表示会向播放电影的 戏园施集 更加要求大家 回想起911 袭击当日发生的事情 由于没有戏园愿意播映 索尼决定将其抽起 指理解影院选择不播的决定 但是对于事件变成这样 表示极度遗憾 公司又指 没有计划将来在影院 自选影像频道 或者网上平台 甚至是以发行影碟的方式 发放这出电影 多名荷里活影星和制作人 纷纷评击索尼和远线的决定 电影未能公映 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除了损失了电影制作和宣传费 有专家亦估计 可能要就黑客攻击 线后最少用一亿美元 连同近期遭遇黑客事件 索尼赔赏商与和形象 还要面临涉及巨额赔赏的法律诉讼 电影被逼取消上映 对索尼影视娱乐公司 船失惨重 报道指 单线拍摄、制作 以及市场推广方面 已经投资了大约8千万美元 外界较早前估计 电影将会在圣诞节周末 除得3千万美元的票房 但是电影未能上映 失去票房收入之外 据报索尼也各自了电影 在收费电视播放和出版DVD等计划 意味索尼也会在家庭娱乐市场上 蒙受损失 有分析指 今次黑客攻击 直达索尼核心业务 可能会是美国企业 因为黑客攻击 遭受力来最大一次的损失 有网络保安专家更指 索尼要就网络攻击善后 付出很多工作 包括购买新的软件 硬件 花时间和人手 去调查 同作事后清理等等 连同相遇所蒙受的损失 相信索尼 还会多损失最少1亿美元 数目更加是每日递增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年度记者会 表示经济危机 有望两年内解除 并承认 经济单一化 是危机形成的主因 但是就强调 目前的经济危机 部分是因为西方国家制裁所造成 努布近日大幅贬值 俄罗斯贫隘经济衰退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年度记者会上大派定心院 他声言 因此俄罗斯拥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 足够稳定经济 预期俄罗斯会在两年之内 走出经济危机 普京又指责今次经济危机 当中约三成是因为西方制裁所造成 主要是因为经济过分依赖石油 和天然气出口 令俄罗斯经济 现在受油价下跌等外为因素冲击 普京亦再指控西方国家 企图侵害俄罗斯的主权 乌克兰危机只是一个藉口 他又形容北约东阔 继续起身的柏林围场 他指出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回应 虽然普京措持强硬 但他支持透过政治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强调乌克兰必须维持一个政治实体 不可以分裂 普京亦看到仍然希望可以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 美国和古巴是经过18个月秘密谈判 最终达成改善关系协议 教终方制国和多国领袖 祝贺美国及古巴 决定恢复建交 有消息透露 梵蒂冈及加拿大都曾经居中滑船 令美国和古巴收好 梵蒂冈首次透露 教终方制国是两国关系解冻其中一个幕后功臣 教廷说 方制国今年3月 在梵蒂冈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的时候 两人谈及古巴问题 教终察觉 奥巴马口内改善和古巴的关系 决定伸出援手 他在今年初下 分别写信给奥巴马和古巴领袖奴役 赋予双方 结束持续了几十年的交额 化解两国在人道问题上的分歧 包括交换囚犯 梵蒂冈更加安排两国代表 今年10月到当地举行会谈 美国和古巴关于改善关系 以至互换囚犯的细节 大部分都是在这次会议定案 联合国被书葬潘基民 表示欢迎 自双方经历了50多年敌对关系之后 现在是时候关系正常化 美国拉定瑞民众 最高地区普遍欢迎双方改善关系 在新浙西州 有居民认为制裁古巴 只会令古巴领导人 为古巴经济不景找藉口 法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鲁维奥批评白公的决定 认为是向古巴独裁者让步 是吗 感谢观看